LAYO聊世紀 天天龍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 波斯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上坡地圖 OK 這場比賽又是台灣職業選手 田空熊遇到世界冠軍等級的 VIPER 兩位選手在天梯最近上次非常常遇到 台灣的職業選手很容易遇到世界冠軍 這就代表台灣的職業水準真的是特別厲害 這個沒想到才幾年的時間 田空熊就已經可以跟VIPER這麼常遇到了 雖然一兩年前他澳洲也是會遇到VIPER 但沒有像現在的頻率這麼常遇到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場的比賽是波斯人 那VIPER這場選是波斯 波斯他的特色是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非常快 不管你是要點織布技術阿 或是輪軸阿 瞭望技術或是生死時代 或是喊村民都有這個5%的速度加成 那到了城堡時代 地龍時代 也可以讓他增加越來越多 到20% 所以波斯人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開農型的 那波斯人他的弓兵是稍微弱了一點點 沒有三級色也沒有這個強弩 但是他有這個波斯弓兵喔 這個我們所謂的免金弓兵 非常強 但是他會需要耗費大量的木頭 那後期呢波斯人也可以轉成波斯戰像 進行泛擊或者是轉出這個薩爾 薩瓦爾 那薩瓦爾的話是比較高抗箭矢能力的一個騎兵單位 那除此之外呢波斯人他還有這個 城堡時代可以升級馬宮的安息人戰術 那這個戰術呢之前我們頻道一直有在講 但沒有什麼人會用這個戰術 就比較可惜一點 那接下來呢來介紹一下阿茲特克人 那阿茲特克人呢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生鋁喔每生一個科技史喔 生鋁的血量都會加5滴血 而且他的步兵呢有這個龍貫戰陣的關係喔 攻擊力會加4點 所以達到後期喔他的步兵的攻擊力是非常高的喔 那他的步兵呢有點可閒的地方是喔 他沒有擊兵喔 只有這個重裝長槍兵 所以他需要遇到對方馬國或是大象的時候 還是要搭配他的生率喔 去作為輔助喔會更好一點 那以老鷹爆 城堡時代老鷹爆的文明來說的話 阿茲特克人也是首選喔 因為他的老鷹呢是可以有這個加速生產的 均勻的工作效率增加喔 讓他老鷹產的速度更快喔 OK那先來看一下兩邊的配置是如何的 那我們先來看天空熊喔 天空熊這邊是三個人伐木 那一樣是把這個食物呢吃好吃滿 有拉了一村去蓋這個均勻 房子都現在蓋在這位而已 那上面的部分喔 當然應該會拉一個牆 稍微防一下 那這邊再補到第四個人伐木 十七村的時候 這個人去伐木不到四個人 好那下一隻出來的時候 又補了一隻綿羊 然後把這個織布點下去 點下了封建時代 那VIPER這邊也是18P喔 那VIPER的配置喔就比較多人伐木了喔 但是他這邊是有細節喔 單伐木場 單伐木場生十代 然後是八人伐木 那這邊打法喔 可能會比較偏向於走這個 騎兵路線喔 因為木頭配的比較少 所以沒有辦法可以有很大量的 去產生弓箭手 而且也沒有挖金礦 所以如果你在阿拉伯啊 或是在其他地圖中 拿去分辨對手要打什麼 兵種的時候 你可以去看看金礦有沒有挖 金礦沒有挖的話 十之八九就是打這個兩棒棒 不然就是打這個馬舅 那如果他有挖金礦又有三棒棒的話 那十之八九也會升這個裝甲 當然也會看你有沒有轉這個射箭場 如果你很早就轉的話 可能就不會升級裝甲步兵 那VIPER這邊是轉了馬舅之後 馬上下了射箭場 這個就有點特別了 因為我們之前在頻道裡面講到的 只要你先下射箭場跟馬舅 兩個基本上同個時間下的話 你的農田會少三片田 像現在VIPER只有三片田 那天空熊也是三片田 兩邊的田都差不多 因為天空熊這邊是投資了新的一個魔法 在這邊吃野味 那這個野味呢 之前我們在其他的影片裡面有提過 這個蒙古人呢 其實很適合在這張地圖 到處吃這個野味 到處插魔紡 然後用槍兵去防守 還有這個肉馬 只要把這個周圍的路群吃過一輪 經濟是非常好的 但也有人會選擇像天空熊這樣子吃四隻 吃完四隻之後就不吃了 然後去挖個石頭或黃金 藉此讓自己的經濟更好 但他這邊投資一個魔法的關係 所以他前面的牛田量會稍微少了一點點 這是去吃後面路群的一個缺點 所以待會後續在補農田的時候 要補的力道再更大一點 就是會更麻煩 因為你已經在中期開打的時候 你要再繼續補這麼多農田 其實你會蠻耗費手術的 但天空熊是我們台灣 算是偏年輕的選手 在他還在讀書的時候 我就認識他 他已經打了四五年了 真的覺得天空熊的進步一直有在增長 非常厲害 這邊四隻肉馬 四隻肉馬配上三隻毛兵 毛兵的重點一樣就是先打槍兵 老鷹這邊重點就是先打毛兵 槍兵保留住 自己的老鷹就不怕被肉馬爆打一波了 好 VIPER跟天空熊兩邊的細節操作 稍微來看一下 天空熊這邊是稍微且打且退 雙均勻開局 那還是要補個射箭場吧 不補射箭場的話會顯得很被動 一直會被VIPER的射程打擊 那以英雄聯盟的講法就是瘋狂Poke 人家一直Poke一直爽 但是老鷹這裡好像有點強欸 那是我的錯覺嗎 喔沒有 我不是錯覺 喔對阿是錯覺沒錯 打不贏打不贏 因為老鷹上去跟刺頭打 基本上是打不太贏 因為刺頭只有四點傷害 但刺頭是有五點的 所以老鷹跟刺頭怎麼打怎麼輸 打天安時代的刺頭是會打輸老鷹的 這一點算是比較細節的部分 好那這邊補了一個箭塔 天空熊終於受不了了 好奇怪怎麼會這樣打 對不對 好這邊補個箭塔 有沒有轉射箭場 那天空熊這邊轉射箭場會有個問題 就是他轉射箭場 轉弓兵的話 還是很容易被弱馬給吃掉 還有這個毛兵 那以目前這個階段來說 他繼續出老鷹加槍兵也都可以喔 就是這個工房可能要去提一下 好房已經有提升了一個 OK他早就提了 沒有注意到他哪時候提了 OK 別人繼續出的話一定要升工房 這一點很重要 OK那後方補了一個房子 唉唷白盆這邊拉了五村過來 應該是要來塔弓了 那現在這個塔弓的模式呢 都是要五隻村民喔 入住這個箭塔裡面喔 才可以把這個箭矢量提升到最高 那一年前的Meta呢 是只要四村喔 就可以提升到最高傷害喔 現在已經要五村了 所以不能再用那種少量的村民去插人 然後還可以發揮這麼高的效益出來 算是一個滿好的平衡 好 那Viper這邊是直接上來 對著箭塔就是一陣輸出 那後方有弓兵 而且還有Viper的弱馬也上來 那天空熊這邊直接收村 讓裡面三隻村民開始輸出 先射掉弓箭手 後面的老鷹再繼續出來 但是Viper這邊村民五隻村民還在敲箭塔 這隻箭塔敲到殘血的時候 拉了一隻殘血村民也拉走了 但這隻村民想要去追但追不到 後面這個箭齒繼續補 這裡要繼續修理 但村民一出來也是開始反擊 把他血量少的丟進去 但是來不及收村 這一隻村民直接死在地上 這裡要趕快再繼續補老鷹喔 這裡補老鷹更重要 現在沒有弱馬了 Viper這招是什麼特殊戰法 從來沒看過 殺村民直接來扁了 OK 看起來是扁不掉 Viper這邊決定放棄 可以拿一村嗎 殘血的拿掉 Nice 天空熊這邊感覺很有聚會喔 反殺這五村 假如這五村能拿到的話 對天空熊來說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但現在天空熊的村民術已經落後了 像是42村打34村 風箭時代的波斯工作效率有10% 非常的誇張 而且待會生時代也可以享用到這個10%的速度 所以波斯這個文明 村民術都會一直處於領先 近期的Viper玩波斯人的時候 都會在封建時代 開稿 然後去拖一點時間 讓對方沒有那麼容易升到城堡時代 以往我們對波斯的想法都是城堡時代 多開TC 是會有優勢的 但以Viper這個世界冠軍的理解 他會是認為 封建時代拖越久 反正對波斯更有利 那實際上的情況好像也是如此 現在是44村對37村 所以天空熊這邊是有點陷入了Viper這邊的圈套 算是圈套 也不算是 就是他的戰術 到底被他牽的鼻子走 那天空熊這裡有一個很好的細節 就是他畢沒有去挖石頭 去應修這個箭塔 這邊怎麼有洛馬衝進來 因為這個箭塔 你去修它的話 雖然可以讓你住進 房間 可以住進到這個箭塔裡面 但是你是沒有辦法去讓自己經濟更好 但是他待會升到城堡時代 還是需要石頭 去開城鎮中心 所以這邊 應該還是會去後面玩 對 往後玩了 OK 那我覺得這個布 布先去把它修起來 是件好事 趕快把自己防守起來 然後出更多的兵去擋一下 但現在沒有轉射箭場 一個缺點 就是很容易被對方的弓箭手 一直去騷擾牧區 甚至後方這裡的村民 可能也會有點麻煩 還要再收回來 這裡完全過不了 好 天空熊這邊過來 箭塔有可能會被收下嗎 好 修一下 天空熊是希望可以把它修到 可以住進箭塔的程度 但這個不知道能不能放進去了 記得好像血量低於30%的時候 箭塔就不能放人進去了 因為這個樓隨時有垮的可能性 好 天空熊直接拉了一村 然後過去蓋了牧牆 一個人開挖石頭 然後遇到VIP這種落馬工兵到處繞情況 天空熊會怎麼扛呢 現在能看到的東西是 他可能會轉打一個老鷹豹 阿茲特克城堡塞老鷹豹 這個打法呢 是要優先升級攻擊力的 所以待會天空熊要先升級 英勇士的升級 還有一級攻的升級 二級攻的升級才對 一級攻剛點 好 趕快升了上去 英勇士先點 好 部位技術英勇士 好 撥了下去 二攻還沒有先點 這裡一樣 就是以不斷村為主 稍微斷一下還可以 但是不要斷得太誇張 天空熊直接把老鷹飛到了前線 到了VIP的家裡 VIP的家裡 基本上沒什麼在圍 OK 離變身還有10秒鐘 VIP這邊升級還有1分鐘的時間 這邊拉3隻老鷹去抓村民 現在升級好 老鷹傷害變成了7加1 7攻沒錯 後方老鷹開始追逐 把肉馬逼走了 那肉馬在這裡呢 是稍微能打的 因為他的攻擊力現在是 5加1 6點傷害 那英勇士現在是7加1 其實傷害值來說 是不會太差的 想要稍微輸出一下 還是能打出傷害來 並不會說完全不能打 好 VIP這邊一上去升青奇兵 如果升為青奇兵的時候 赤火就會跟老鷹 脾傾平坐了 都是一樣都是7加1的傷害 所以這邊誰先升攻擊 優勢就會比較大一點 好 那天空熊呢 這邊是轉出了修道院 石頭的村民沒有繼續開採了 可能剛剛被弓兵收掉了 不過兩個修道院準備要轉生旅 去防對方騎士壓制 天空熊這邊老鷹繼續追 但是又有一坨的青奇兵 衝到了天空熊家裡 這邊要圍一下嗎 堵下路 不要讓對方走 對 堵下 好 這邊直接守石劍塔 但打一打突然不想打了 後面這個洞要趕快補起來 但這邊有攻擊手來射 天空熊可能會忘記補嗎 原地返回 哇 讓百婆逃掉了這四隻青奇兵 好 但這邊工兵也沒有繼續停止騷擾 天空熊這邊遇到的是非常多的騎士 六隻騎士上來 一騎六隻老鷹肯定是打得贏的 這邊要回頭高打低打一下嗎 還是直接拉到家裡防守呢 天空熊這邊直接花了169塊黃金 買了100石頭 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補在黃金礦的位置 畢竟這個黃金礦已經要挖完了 那它上坡障地圖 黃金的分布都是在邊邊角角 而且都只有三塊而已 所以天空熊待會還是要去野外 去挖黃金 才可以穩住自己的老鷹的產量 好 天空熊這邊是決定開TC 那BIP呢 他也是開了雙TC 這邊兩邊騎士稍微互相傷害一下 但騎士打老鷹實實在太高 但這邊只要一有數量優勢 就還能打得贏的喔 好 那天空熊看村民出是16村 隊伍16村 BIP目前領先10村 而且也轉出了生鋁了 那生鋁老鷹 頭死車喔 是阿茲特克的一個城堡賽 非常強力的打法 尤其是他的生鋁喔 比一般的生鋁更難殺死的關係喔 所以你沒有辦法用以往的這個 清洗病的方式去急殺他 這次要砍到四刀 才有可能砍得死喔 那這個多砍一刀的結果 讓老鷹有更多輸出時間喔 去反制喔 但天空熊並沒有打一個單TC 然後ALL IN4的打法 而是打一個 比較穩定的做法 就是打一個 開農 然後邊進攻的一個策略 那這個策略的好處喔 就是容錯率喔 是稍微可以有的 你可能前面進攻 沒成功的話 你還可能轉龍 回頭打地王 還有可能機會 打得起來 那如果你是單TC 一波ALL IN 打不進去你就得一頭了 其實風險是很大的 OK 那天空熊這邊是 開始撒農田 那後面呢 這邊要不要再補一個 這個 TC呢 我覺得這邊也蠻適合開TC的 好 家裡騎士騷擾 哇 擋不住 好 天空熊直接手撕馬舟 那這邊是來一個換家 天空熊這邊換家可能換不已 因為他根本沒有生重裝長槍兵 也沒有足夠的肉 可以支持自己按更多的槍兵 這邊唯一能守住的方法 就是用生綠喔 配上槍兵才有可能擋得住 但天空熊這邊已經村民四處逃窜 村民死傷非常殘重 死到了17村 19村 但天空熊也不甘失落 大量老爺也直接飛了進去 他也知道viper的家裡 也沒什麼地方可以逃 但這個村民怎麼都在這裡 天空熊卻沒有抓到 OK 攝影中子出來 哇 只遭到一隻 這邊天空熊直接爆了更多的老鷹 因為老鷹雖然打騎士是稍微劣勢的 但是還要等重裝長槍兵三級好 自己早就沒了 所以這邊一定要趕快爆量殘老鷹喔 好可能守得住 OK 這邊城市中心放為村民之後 自己也是損失幾隻村民 但viper這邊也有被抓到一些村民 但是並不多 下方這邊村民往下開防禦場 但這邊老鷹並沒有抓到村民的去向 好 最後viper把騎士直接放在修道院附近 哇 天空熊在那邊撿了四個聖物 這感覺天空熊還是有一點點的機會 這波幻加打得非常精彩 好 只要是能抓到這一波村民的話 就起飛了 就有機會逆轉 目前還是偏非常非常劣勢的 一個情況齁 好 村民 稍微圍一下 補了更多馬舊 viper這邊補馬舊也補的態度了吧 補馬舊 他的爆馬能爆出這麼大量的騎士數量嗎 支援量應該是沒有辦法的 好 地上的城市中心 果然是開帶了石頭礦的地方 好 這隻新奇兵有點無法無天 砍死兩隻勝率了 第三隻手指 被老鷹戳死 viper已經把天空熊的老鷹給逼了回去 抽雲速開始穩定了起來 viper現在是74村 對上天空熊51村 抽雲差距打出了13村 天空熊這一波看起來是不好打 好 那沒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就是繼續小打小鬧 趕快升帝王時代了 現在有4生物的關係 所以天空熊也不用太著急 先穩住好軍心 然後有機會就去BD一下 但我天空熊這邊不太敢BD 不知道是不是怕家裡又再一次BBQ 但這裡已經有轉重裝長槍兵了 有重裝長槍兵的話 就不用那麼擔心家裡一直被對方騎士騎上來 趕快在家裡轉槍兵 然後老鷹加生侶開始往前壓 好 抽到了一村 好 看一下這一波 viper可能要從後面上前 中後都有人 後面有4隻生侶 羅馬上前 但是生侶 被砍到了 一刀兩刀三刀還不會死 哇 你看多扛了一刀 存活率就上升很多了 哇但viper這邊的騎士 數量以太華長25隻騎士 後面還有4隻生侶 可以幫忙招響 好 天空熊這邊直接點下了救贖思想 這邊救贖思想 不知道是要防什麼東西 對方viper沒有出攻城氣 這4隻生侶 招響只招到了2隻 第三隻有機會嗎 騎士扛住傷害 哎呀 天空熊這一波又是大裂 真的是裂開的裂 看起來偏美了 好 這邊再搓回去一波 重裝長槍兵堵在這個洞口 好 這一村被收掉 哇 這個槍兵堵在這裡還蠻不錯的 瘋狂輸出 繼續重 OK 重死了幾隻騎士 好 招響到一隻騎士 反擊回去 熊熊這裡受不了點下的2攻 由於現在是拚的是重裝長槍兵 所以防護率是優先點的 只要讓槍兵的生存機率提高 多搓一槍比升一攻更有價值 那如果你是打老鷹的情況下 一定是要先升攻其力的 這是比較 邏輯上的思考部分 畢竟槍兵是有外增傷 但是老鷹沒有 好 後面的 生侶在一招響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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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生侶怎麼在奇怪的地方 好 有招到 還可以 OK 還好沒有補更多的巨銀 五個巨銀硬扛 白普想要在這一波的攻勢 拿下天空熊 那天空熊這邊非常多的槍兵 還在持續反擊 最後連二攻也點了下去 但是白普並沒有想要提止進攻的攻勢 後面的生侶也在繼續按 這裡還補了一個成能 補的速度非常快速 白普這邊的持續強攻 讓天空熊的經濟來到了箭底 但木材量還是有點多 但槍兵一直不覺得往前推進 後面的生侶CD一號 又可以再繼續招響 那這樣繼續招下去 天空熊好像有機會打得贏喔 喔 不行喔 但一離開這個窄口 又打不贏了 畢竟所有的騎士 又有這個輸出空間 自己一定要把這個洞口給堵住 把生侶繼續招 哇 好像沒了欸 食物非常的 緊繃 但白普這邊也是喔 但白普這邊從前那樣有46片田 但聽不懂只有28片 還在翁 這個是怎樣 超級翁翁大戰 一直翁一直爽 這個好扯 好 白普也是沒有想要放棄的意思 天空熊也是 但天空熊這邊生侶數量開始多了起來喔 騎士一直被招響 白普也開始有點吃不消 好 把這一波 夾住 反推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可以成功逆轉 騎士拉到後排輸出 但是被招響掉 再回頭打一波 生侶想要走 後面的生侶都在CD嗎 好 只有一隻沒有CD 但騎士這邊已經被重裝長長兵給戳爆了 這時候天空熊點下了贖罪思想 可以招響敵方的生侶科技喔 那目前抽名樹來到了138村到 天空熊104村喔 抽名差距約為34村 抽名樹差距有點大 但剛剛那一波交戰 天空熊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用少量的資源 換掉了非常多的騎士數量 好 他的家裡有點一片狼藉喔 甚至連田都已經消失了 枯竭了 好 這裡被抓幾村 抽中長長兵過來防守一下 天空熊直接往前 看到三個馬舊 有救贖思想 可以不要來招響一下 OK 直接招三個馬舊 這個清騎兵應該是來不及出來了 好 後面挖礦的村民被抓包 這邊有蓋根堡 所以這邊還可以收村 稍微防一下 好 三個馬舊 被招走了 那阿茲特克招走馬舊 也可以開始騎士爆了 但很不划算 因為不能升級馬鎧 所以騎兵的防護力是0 好 稍微招響到了一隻 清騎兵 喔 開始來爆騎士喔 索洛托勇士 但是自己的生旅呢 已經全部暴斃了 這五隻清騎兵 順利解掉了生旅的問題 OK 那阿茲的 索洛托勇士 基本的傷害跟騎士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10加2 體質也是防護力2 但沒有品種喔 所以血量只有100滴血 然後敲敵人的時候聲音呢 也是狼牙霸的聲音喔 像那個阿茲的爆勇士一樣 但也不能升級這個 耕種技術增加跑速喔 好 但打聖騎兵是戳戳有餘喔 真的在爆騎士喔 天空熊是按好玩的吧 這個有點 有點花錢 講實在的 好 但天空熊這一波是想要把所有的軍力按過去 把這根寶蓋起來 但這根寶蓋下去 可能也沒有辦法收到城鎮中心喔 而且viper待會地獄時代快要升級上去了 天空熊這邊老硬也直接飛進去 攻擊力二龍給補下 好 帝王是在up 變身帝王 俄羅托勇士在那邊敲地板 又跟城堡這麼蓋好 直接挖viper家裡的石頭 後面家裡有在被騷擾 但一直有槍斃在防守 所以viper並沒有賺到太多的田頭 結果他家附近就忍在挖礦 viper直接放棄前線 天空熊就瘋狂招降敵方的軍事產能建築 村民來到了150村 viper準備要來斷村轉大量軍事了 viper這邊的做法 先點下了重裝騎士 還有三級馬卡還有金冠的城堡 波斯城堡合計 讓波斯的城堡可以變成發射子彈 而不是發射箭矢 而且有減免25%的傷害 對步兵衝車有額外增上效果 可以說是讓波斯的衝車 唉唷這什麼東西 波斯戰像 這裡趕快按生旅 早想一下 怎麼會有大象走過來 太奇怪了吧 這裡也有大象耶 哇靠 viper其實到處在出大象 昨天這根堡 開始被攻城 兩台巨頭司機拆除作業當中 這時候也補下了斯塔瓦爾 好 槍兵直接上去硬戳 但戳一戳自己的血量也會越來越少 原來大象的擴散傷害是全身範圍的 不像毛相夫只有前方會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OK天空熊撐到電影師代 第一時間升級的東西是 熔冠戰神 增加一下護兵的傷害 下面挖金晃村民直接被騎士加上戰象給抓掉 這次還可以順利守司城鎮中心 天空熊拉了幾隻槍兵到右邊 但騎兵一直沒有辦法點下升級喔 好 決定要來先升級步兵台甲 好 薩瓦爾直接硬吃 Benviper 大量的薩瓦爾騎兵已經升級好 天空熊想要正面戳爆對方的薩瓦爾騎兵陣 但是有點難 這裡補下了更多的槍兵 天空熊這邊招響剛剛有點失誤 讓全部的僧侶進入招響 但是卻沒有招到幾隻僧侶 這其實也不真失誤啦 就是單純的沒有手術去控好每隻僧侶 那也沒有神權正式的關係 所以會讓自己的僧侶全部進入CD時間 變成一張白板 只能幫隊伍補血的奶媽而已 好 這裡一戳 戳掉了一些 但是沒有級兵的關係 薩瓦爾直接黃金兵突破 正面吃光所有的單位 只有你大傻逼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打 用遊俠一扛騎兵 好 這邊神權正式還是補下了 怎麼不補真的不行啊 神權正式這個科技沒有補 就很容易出現這種狀況 只要勝利1日全部CD的話 什麼事就真的都做不到了 好 熊熊補下了 精銳英勇士3攻 還有1分鐘 OK 現在是9加6 傷害9加6的英勇士 對上薩瓦爾14加4 18攻的傷害 薩瓦爾比一般的遊俠還要更厲害 因為他的攻擊速度比遊俠還要快0.1 所以打起來是會更害怕槍兵 但是跟遊俠互打的情況下 他是會贏一刀的 這邊戰象想要直接應召 天空熊有機會招牆成功嗎 波斯這邊有點抗招牆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招牆到波斯戰象 波斯戰象沒有招下來實在太可惜 這裡天空熊四個生物直接被打噴了出來 後面的生女還要應召 但是還沒有 天空熊本來就沒有擊兵 我剛剛一直說天空熊沒有生擊兵 抱歉抱歉 我們開頭的時候一直講 阿茲哥沒有擊兵 我還在這邊講他沒有擊兵 他有擊兵 好 那我們恭喜 VIPER14已經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了 薩瓦爾這個單位真的是蠻強的 攻擊速度夠快 而且我覺得天空熊遇到 剛剛VIPER那一招 騎士瘋狂暴 然後夾住正面的做法 非常厲害 後面VIPER打的打法是 波斯戰象配上薩瓦爾 然後再轉成 免金工兵 這個奴兵 這個策略也算是 現在的波斯一個很強勢的打法 也可以說是 萬解 可以說是萬解 只要你的經濟夠好的話 就可以打出這樣的策略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天空熊拿到了6萬9 波斯是8萬7 VIPER這邊整整贏了 大概快要2萬7的支援量 那50生物是4生物 拿到4600的黃金 黃金還是非常充沛的 那軍事的話是拿到1.52 那天空熊是0.66 這奴兵比賽我是覺得打的蠻精彩的 而且還看到了阿茲特克馬爆的畫面 那波斯戰象呢 現在在這個META來說 算是已經很實戰化了 以前出波斯戰象都會被說是在BM對手 但現在呢 這是戰術真的需要 出一點戰象 對戰況來說 還是挺有影響力的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